热闹的武师表演 为驻多伦多代表处 举行的国庆酒会揭开序幕 庆祝中华民国102年国庆 今年有加拿大三级政府代表 以及侨胞 共将近500人参加 场面隆重盛大 今年参加国庆酒会的 加拿大三级政府代表人数 比往年还要多 除了联邦政府派代表致赠感谢状 安大略省的三大政党 也都派人出席并宣读贺词 驻多伦多代表陈维夷表示 台家关系越来越紧密 无论是人民的往来 或是经济的互动都稳定成长 相当感谢各界支持 马民国102年国庆 看到各位国庆前来 大家的爱国热忱 一年比一年热烈 就像我们国庆 发现了建国100年之后 年年大步向前 国庆酒会当然少不了美食佳洋 代表处也准备了生日蛋糕 和各界的贵宾侨胞们 一起庆祝中华民国102年的生日 国庆祝中华民国10年旅会 国庆祝中华民国10年代表出 国庆祝中华民国10年代表家